敬业在哪里修呢 就在日常生活当中 生活齐聚 工作出事待人久 这就是断一切窝修一切善 都不着想 断窝不着断窝的想 修善不着修善的想 就像菩萨一样 做而无足 无足而足 非常精进努力在做 心地干干净净 一尘不燃 这叫净 这个有净土完全相应了 为什么我们做不到这么难 他难在哪里 这个要知道 难在我们把现前的现象都当真 就难在真 不知道繁琐有限 这是希望 如果你要知道 繁琐有限 这是希望 很容易放下了 六百卷大博 说你讲什么 就讲十二个字 一切法 无所有 鼻尽空 不可得 你还有什么好执着的 还有什么好分别的 真有 你分别执着 还可以说得过去 没有啊 实际上 就像我们电视屏幕上的现象一样 这整个宇宙现象 就是实际上就这样 确实不可得 特别是弥勒菩萨跟我们讲的 诸法实相 真相 真相是什么 刹那生命 比电视荧光幕上的速度快多了 不能比 每一个念 就是一个画面 念念相续 每一个画面都是独立的 没有两个画面是相同的 所以我们不能说它是相续相 相续相 相同的 那不是相续相 所以佛才讲啊 凡手有相 解释许王 包括 诸佛如来 实报状运徒 没有一个例外呀 实报状运徒 也是从心向生啊 那 七星动念 没有七星动念 实报图也不存在 最后存在的 永恒不变的 尝结果 真如自信 它是永恒存在的 这是真的 除这个之外 没有一样是真的 所以 物质现象 假的 精神现象 也是假的 自然现象 也还是假的 佛这一句话就讲到位了 凡所有相 解释许王 叫我们 不要执着 不要分别 分别执着 错了 一有分别心 心就不清晰 一有执着心 悲然无 这我们不能够 不知道 别忘了 好了 谢谢你 谢谢你 没有 我 什么 哪 你